然後等一下呢 這個課呢 就是我講這個 經濟觀的部分之後 就換你們的時間 稍微輕鬆一下做 同學互相介紹 然後在後面我再講 其他的主題 那為什麼我會想要就是 跟大家介紹這樣的觀念 就是說長久 長久以來就是環境運動 遇到一些困境 或者說在倡導要 保護環境上的這些人 常常會遇到一個 遇到一個 就是那種千古流傳的 那種 矛盾就是人家說 要保護環境然後經濟發展 跟他說那我們要維生 我們要賺錢 然後我們要發展GDP 那環保展士通常就很難去 跟他們辦 那常常 常常在這樣的狀況下 包括不只是民間的環保安士 跟政府對話 包括在政府內部 環保署或是林務局 做保育單位的林務局 他們面對經建會或是經濟部 或是工業局 他們在行政院院會裡面 講話環保單位 或是保育單位是講話都比較小聲 那只要經建會 經濟部門說 我們要爭取GDP 我們要賺錢 然後求經濟成長 那環保 環保署那些機構就很難 去講 去跟他對抗 但是現在就是說 越來越多的學術討論 或是論述 或者是5G上 一些小的經濟 特別是社區經濟的案例 就是顯示說 其實環保跟經濟不是一個對立 那其實可以用一些方式 讓環保跟經濟取得平衡 現在我要介紹一些案例 大概就是有一些同學 或是在環境資金店裡 就是說你們可以再拼拼看 那這 最近有這個水梯田覆益的例子 那個大家可以再查一下 其實台灣過去有蠻多水梯田 特別在山區 比如說北海岸 山枝啊石門那邊 然後在貢寮的山上 例如有人走過草寅古道的話 大家也知道草寅古道在 在它的那個 附近呢也有些聚落 過去也有些梯田 那些梯田 後來都被分了 也都沒有 沒有人去跟住 因為年輕人覺得這種務農 沒有辦法養家活口 然後一方面跑出去 然後老人家 那邊梯田你看這種地形 是很難 像平地的 加南平原那邊的 也是要被開 那個割草基 那個叫做 收根的機器 就是開一種機器 去做 用機器做 弄作 所以老人家 年紀越來越大 他們能夠做的 大部分能 越來越少 所以就是很多田就乾 就荒廢了 然後乾掉 然後在 在水梯田 面對這樣狀況的時候 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社群 然後還有一些 就是看到 其實水梯田有它的價值 那這樣的發現 當然不是台灣自己發現 可能就是說 看到日本 看到菲律賓 有些做梯田復育的一些經驗 他們發現就是說 去 突顯這個水梯田的生態價值 還有農業的價值 確實就是 可以讓 讓社區的人呢 願意繼續種 然後 繼續種的結果呢 就是讓水梯田 一直都有水 有水的狀態呢 就可以讓那邊的生態 一些舊的生態再回來 那為什麼講 水梯田的水很重要 就是 在 在那個 在這幾個地址 鳳寮山區 還有陽明山法輪 還有花蓮工兵的 港口部落 現在就是 那個 林務局 政府單位林務局 有做一些計畫補助的 一個單位 三個實驗點 就是說 這三個地方 他們 投入精類去做研究調查 就是說 這個水 滴田的水 環境回來之後 有哪些東西出現 在共僚 有一些 以前 很多 但是後來 幾乎看不到的 這種 就回到水裡面 然後呢 水在 房在上面 也有一些價值 因為水第一天 它可以流入水 所以也使得 當地人 比較沒有暴漲 或呼吸的狀況 然後再來呢 整個水 就是對於 整個水 對於 這裡的環境來說 就形成一個 連續的水環境 過去可能 就是 某個溪流 流過旁邊 然後一直流到 就是順著山谷 這樣流下去 某些地方有水而已 那水的 水可以生養的 那種 生物呢 就只能局限在那邊 那現在擴造 就是我去 我去這邊 現場 跟農民一起得到的時候 就可以發現 裡面真的很多樣 就很多 我以前沒有看過的 瓢蟲啊 還有像這樣的 都可以看得到 或是蜘蛛 那 這樣的 水的環境 出來以後呢 就可以把 讓以前的生態 讓那些農民 以前看到的狀況 也可以再回來 那為什麼要 政府要投進去 就是他們要證明 這個水的東西是 有價值的 那 所以他們要 需要研究人力 去做這個 生態的調查 那 用這個東西來 讓農民知道說 他如果不殺 農料不殺 化學肥料 保持熱體 有健康的水環境 可以讓 這裡面的生態 能變得生氣活活 但是它的產量 比較少 所以就是 有社區 社區團體 可能就幫他們 做這個民的包裝 去做新的開放 然後就是幫促銷這些產 所以就是 像供料 去年這 1300公斤的米 就是由雙細的米 把它做成 縫閉糖 然後包裝成 和和米香 這樣子的方式 那在陽明山發焰的 也是 在這裡 民務局跟 世太公法基金會 也是去 覆利水平 水平 那已經25年沒有種 那這 最近就再去種回來 然後就是 他們的這個米 經過紫星的 紫星 或紫星會 整理有機 然後呢 利用這有機的方式 去做推廣 就讓當地的 整理 這個生產 可以銷售出去 然後再來是 在 港口部落 也是類似的模式 也是把 他們產品的做好 那在這裡呢 還有更多的特色是 就是原住民的幹線 原住民的民族 植物 也有一些東西回來 然後現在還有 年輕的族人 就是要回復他們 那個部落釀造米酒的傳統 就是用那個 他們種植的有機米來做米酒 那 像這樣的方式 就是經過社區團體呢 以及 政府單位投資社區 讓投入研究的 這些 投資 就是做研究上的投資 讓 大家可以看得到說 用友善環境的方式呢 是可以有生態上的價值 那生態上的價值 生態上的價值是可以轉化成 就是經濟上的產值 讓這個 讓他們生產出來的東西 是健康又滿足 又互生態 然後再來就是說 未來呢 可能政府沒有辦法 一直投資資金下去 但是呢 有一種方式就是 接近國外的 像德國就是有一些做法是 叫做生態補貼 就是 像德國如果說 他 因為德國已經有很完整的那種 生態基礎調查 那一個農 一個地呢 或是一個環境呢 就是 你如果 地主呢 政府沒有去把它徵收 那是 有些是還是私有病 地主呢 願意保持 他那個生態的狀況 那政府 經過學術的研究 認可 那個原來生態上的價值 他就會 去提供生態的補貼 這有點跟那個 我們農民做修跟補貼 是一樣的機制 但是目的不同 那 現在我們做修跟的機制 造成很多 那個農生就不重點 那樣子的目的是完全不同 那這樣一個生態補貼的機制 林務局也正在研究 所以就是 這是一些辦法 那剛剛講到說像 比林的事 比林就是 經過中華鳥會 在那邊做 做一些倡導 就是說 他們 讓農民呢 認同說 在這裡 台灣藍雀這個物種 是很寶貴的 然後呢 你不要灑農藥 不要用化水 不要 在這邊安全的生活 然後 我們可以幫你把 你的油漆茶 包裝成藍雀茶 那他們這個 這個茶呢 也是經過磁心認證 就是做 磁心有三種 兩種階段 一個是轉型期 那 因為過去有 冠洗工法有 還是有一些農藥產 所以沒辦法保證 百分之百 沒有 那些問題 但是他可以 他可以 有一個轉型期的認證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 也是讓消費者認可到說 這裡的 這裡的生產方式 能轉變 那我們就是去看 他們到底怎麼做 那在現在平臨呢 已經有 就是 百分之六的農 那個茶農呢 願意 用有機的方式 跟中華鳥外合作 而且他們 他們跟剛剛那些 林務局合作的計畫 也不一樣 就是這裡面沒有 政府的補助 只有一部分政府的補助是 就是用多元就業方案 就是 用老委會的補助呢 去聘請茶農 來 種那些 有機的 那個茶園 那其他方 其他就 沒有 沒有什麼補助 那 當然未來就是說 希望不要有 那麼補助 一夜間突然發現 就是 其實國外有很多 經驗 那 在平臨這裡呢 他們就是有 接近東方 日本的一個經驗 是他們去保護東方 東方白觀 那你們有機會 可以去那個 我們網站上面去查 最近就會有關於這個案例的分享 中華鳥會做這個分享 那 日本做這個 就做得很瘋狂 就是說最好 最後他們 整個 整個 那個 一個小城市 類似永和啊 中和這樣的一個小城市 就是 整個城市裡面的 包括那個市長的坐車 那個公務車坐車 還有公車 那個交通車 上面都是白觀的這個意象 然後 後來還有 就是 他們發射了一個 人造 太空站 也用白觀來命 就是 他們做到就是說 把環境負育起來 然後 讓那個 東方白觀呢 到處都是以後呢 變成他們 地方的一個驕傲 那就是 平臨就 跟這個 這裡面接近一些 他們 怎麼打到那樣的一個方式 中華鳥會秘書長 那個 黃柏君最近會有分享 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 那這個東西當然就是說 還會再連結到我去里約去 聽到的 綠色經濟 一些討論 那 這裡面呢 我們可以在 之後的課堂再分享 那 希望就是說 你們可以 透過這樣 當時知道說 我們為什麼 課外的行程要排屋來 排平臨這兩條 那當然其他的案例也是很值得去 只是說 這個 共寮那裡真的很遠 共寮 我們如果從 共寮火車站集合 還要再走 十公里才會到那個社群 而且中間沒有任何的交通工具 就是 只能 走路 不然是大家一起 開車或請 那就很難到 這裡呢 發言就是說 他現在是有一個 嚴謹的 比較嚴謹的那種 呃 運作模式 就是說 大家去那邊參訪 他 他 那個 因為是 生態工法基金會等於 跟那邊農民已經達成一個 合作的模式了 就是 大家要去參訪去體驗 那生態工法基金 生態工法基金會有幫 那個社區設計一套體驗的流程 然後還有收費 那因為 就是 跟經過一些 討論呢 覺得 不方便讓他為我們獲利 去 上一些額外的課程 所以就 我們就選擇跳去 那大家可以自己再去報名 參加方面 那 八焰是很好到 就是做公社 走那個 就是有走 陽明山到金山的 路上的公社 就可以到 那其中一站就是八焰 就 一下車走五分鐘就到那個社區 那很漂亮 那這裡 花蓮當然更難去 大家 大家再自己去 大概就這樣 就是今年的課程 我們希望可以就是大家去 去認識這方面的案例 然後把 透過你的眼睛 然後透過你的嘴巴去問出一些東西 問出一些故事來 然後再 參考 周富美老師 大爆我們的經驗 還有 還有 張雲勤老師 傳授一些深度報道的技巧 把你們所看到 所問到的東西 呈現出來 好 那這一節 我們先講到這樣 你們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那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大家 坐下自我見